第三節, 訪問過你是一個很漂亮的石屎佬 我們由灑鹽BB, 灑鹽哥說到 上不得黑超, 做回自己 人家做得這麼成功, 又是一個Youtuber 我們講了兩個例子, 你說我吧 你呢?對你有什麼幫助嗎? 現在你知不知道, 你一出鏡 人家是因為看你, 不是看我 當然不是 剛才我們說, 一個KOL結合了事業 很成功的楊嘉誠, 灑鹽BB, 土耳其的靚仔廚神 然後輪到溫哥, 他的建築事業 然後輪到華記 對你呢? 未見其離, 先見其害 對, 那是一身血 應該是前前後後都是血 都損光了 爛光了 那為什麼呢? 首先因為我發了聲之後 第一就是經常怕被人打 第二就是怕被人爆玻璃 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我身上 就是我日本有六間餐廳 現在已經撿了兩間了 只剩下四間 真的這麼嚴重? 不是, 也不能怪他們的 可能我們自己做得不好 加上現在疫情的人不出來吃飯 嗯 其實呢, 我們過去 那半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在日本有一班 港獨黃絲分子 他每天呢, 就會在我們網上訂餐 就全部預訂了 那我的網上訂餐系統被他們堆毀了 我已經全部取消了 你知道我們餐廳很重要預訂 那些人都沒有了 第二就是他們打去那些日本的衛生局 就投訴我們說吃好肚肚 那那班人又來 接著又說我走私 又說我僱用非法勞工 那些人就是黑工來的 那入境處呀 改關呀 衛生局呀 來搜殺我身的了 接著呢 就 在我門口念年龍場 我很多都沒有展示出來的了 因為我不想影響那些朋友的心情 那這些已經過去了 那已經算了 那但是呢 我們的網上系統是真的被他們堆毀了 還有呢 它在一些我們叫做 香港叫做open rice 日本叫做tapet loco 或者有些叫做大眾點評 我們華記呢 是被他由五顆星 扁到只剩一顆星 如果你說想在日本 吃廣東東西 或者香港的東西 你一搜 你一定不會選一個華記的 你是旅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定性為一個垃圾的級數 所以我就是跟你說 是未見其理 就先見其害 而我在香港的地產公司呢 我從來都不敢曝光 我不敢告訴別人 我哪一間 當然他們連登 和老爸有找到 就起了我底了 但是我一直都不敢說 就是因為呢 我怕別人來爆我們玻璃 因為我在香港開了二十年地產的 但是從來都不敢 買香港公司的公司 因為怕它爆玻璃 那的確是有這個很大的風險 甚至乎我們是連鎖加盟的 我都怕它呢 雷街坊是block錯隔離 OK 很大心理壓力 很多人找我 甚至乎我有一次去某大 一個銀行的頂樓吃飯 吃完飯 我將個照片 好像 其實我去了十幾年了 那間銀行的天台吃飯 每年都有個飯局的 就招呼我們業界 因為我本身是香港主業地產 顧問商會副會長 亦都兼公關 那我連年都吃飯 那我鋪了那張照片 有個銀行就大一班 第二天馬上打來 就說 喂不要鋪啊 我怕好像中國銀行那樣 被人呢 就連環這樣裝修 刑事毀壞 放火 你知不知香港那些銀行呢 是做了鋼板在門口的 我看到 我看到 那它這間銀行都很大的 負荷的角 它都怕有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的生意仔 怎麼會不怕呢 所以你剛才問有沒有這些效應呢 就暫時還沒有 你聽到好像臉都青了 對 因為 所以剛才你說的 真人真事 剛才你說的 日本發生了那些事情 確實證明了他們幾空 他們不是空 他們被人架壞了 他們可能晚上看《水果日報》 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假新聞之王 假新聞之王 你都不是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那樣的 不是 因為他們覺得呢 我是說一些東西出來 令到他們覺得我是說謊 所以他們就要對死我 他的目的就是 你一天不倒閉 你就是一天沒有天地 你那個江頭華 他現在每天做我強姦犯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過這些報道 沒有 我每天在泥地找個員工來強姦 你真是很少留意我 你這樣走 其實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但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一個 鍛鍊的過程 他會令到你的人 就越來越堅強 這個是的 和刀槍不入 這個是的 你再說一件事 我又想說少少 我講少少話 就是過去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 不停地問候 因為你拍了片子 有 說你怎麼壞 你亂同僻 你肯定搞雞 你什麼都要誣衊你 如果你再說在這裏 我就沒有被人敢攻擊過 真的 但是我在這裏是真的可以 我試過和一些朋友坐在一起 他們都是看《生國日報》的 本地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們都是看《生國日報》 但是 不談 這個話題就不談 其實我反而覺得 我經常被誤解的 就沒有理會他們那麼嚴重 我經常被誤解的 就是說 他們以為我是 收取什麼利益 或者有什麼目的 要去 共產黨付錢給你 原本那些人 是不是共產黨付錢給你 那 這件事就錯到極了 就是說 我從一開始講到現在為止 我根本上就沒有講過你們 那個 那個 哪一派和哪一派 沒有 但是你們知道 當一些人 我們所說的 當一些人被教壞了 竟然是蒙蔽雙眼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在這裏 我們沒試過去得那麼嚴重 但是你說在留言上就有 很多 相對你 我這些 真的 但不是 我發覺我有 有利益 我有好處 我以前 沒試過有那麼多人找我 我現在發覺很多人找我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分鐘 我再講 所謂的堅強 這件事我為何 這件事我為何是深重感受 你再講在這裏 那這裏 當然在工作上 生意上也好 什麼都好 就當然是發生過一些 發生過一些事情 嗯 就是這段時間 應該發生過一些事情 但是都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人是 怎麼說 是不是都說你 捨你 就是講到你完全是 完全是 分文不值 任何事都好 那有很多朋友 就是講回 管地 有很多朋友 經常都問我 這件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經常都問我 你不生氣嗎 但是我真的 確實說 我不是生氣的 為什麼不生氣呢 因為我不會浪費時間 生氣一些無謂人的 那我不生氣 不是去寫的東西 因為去寫的東西 對我不重要 你是不是 你自己知道 那有很多朋友 就是當時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有些 憤怒 很生氣的 跟我說 你怎麼樣 我什麼都不用做 就等於我有一集 我有講過 我說 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這麼重要 那你別人寫的東西 你為什麼又要去理 就是別人想你生氣 或者別人一本一心 就想做一件事 去講理 去整理 去整理你不開心 那不用理他 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就搞定了 我有個經驗是這樣的 其實 Youtuber有個成長過程 因為你在被人罵 都要分工力的高低 那你開頭的時候 被人罵你當然不習慣 我去到現在這一刻 已經是麻木了 是 為什麼呢 我試過呢 是 初初的時候 即是說大半年前之前 有班人呢 找粗口來問候我十幾分鐘 做足十八袋 給個問候買 簡直呢 最差最惡毒的說話 入了 那我第一次聽 是真的有點生氣 跟著我就嘗試一下回復 越回就越死 越回復他 你就越給能量他打回來 那法國其實都沒有意思的 是啊 那你就要過了這個階段 你就看回他 絕對 其實他這條片 不是的 他這條片呢 爆紅了 益了他 他根本上呢 就是嘩眾取叢 他就是想賺 點擊率 就是想賺 鄭月率 是 那麼多人看 他的廣告就 講來講去又是 這些 就是反而你認他更差 所以我現在呢 就已經去到 其實我的境界幾高下的 我可以明天 明天隨時不拍都行的 我無所謂的 我老實告訴你 現在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在加倫波 有很多朋友 是對於我的態度 是非常奇怪的 尤其是我近所一年紀的 嗯 他們都認為 他們常認為我的反應 為什麼可以沒有反應的 為什麼可以沒有反應的 因為我都和你說說一句 你要我又什麼 我不用對那些人 說的話 逐速反應的 就是之前我的影片 真的講過這件事 我講 但是現在的人不是 小小東西就說 又要還擊 又要怎樣 又要浪費氣 喂 你在香港被人起底沒有 在香港 連登 我不知道 哦 那你就可能還要努力一下 因為你要去到 被人起底的時候 你就會快 那個like會快一點 那個 訂閱那個量 好 不過你去到香港 你就隨時被人打獲 你小心點 哈哈 哈哈 還有啊 如果你去到香港被人打的時候 第一 不要說國語 第二 不要說廣東話 你一定要用英文 要不就是用馬拉文 馬拉文 救命 你不要打我 怎麼說 D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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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住用馬拉文 如果你在香港被人打 你不斷在那裡 D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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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斷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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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去到香港被人打 你用這招 好嗎 行不行 我在香港被人打 我說什麼文都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但是這樣 我要利身的 嗯 我接觸到很多 尤其是團結到一班 藍型的QL 好像那天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何君堯呢 他有一天 就是推23條 就約我們的藍型吃飯 希望一起 將一些正能量 23條 推出去 那我就 其實那天 我就做一個叫召集人 我就一喊 就一呼百應 那這個是 其實我在這裡 想多謝一下 我們藍型的 90%以上的 智媒體 我們叫做 就是正常人 我們叫做的智媒體 他就很肯為23條 付出 就一定要撐 因為香港要恢復安定化 那一呼百應 我一喊 喂 我是今天call 明天直到 就是我覺得是很 很多謝大家 雖然 整個會議是阿賀君堯 但是呢 那麼多正常人出來發聲 其實是一件是好事來的 證明這個社會的價值觀 大家差不多了 是 還有呢 我都是有利身的 在這件事上面呢 最近這兩個月呢 是多了很多一些主動的 不同的大小業主呢 來幫襯我 就是你香港也好 或者你日本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也好 他都有些主動 可以的了 你是說那些兄弟 我就會跟你搞的了 就是我在這裡 衷心感謝一些 正常人的朋友 就是你千萬 你不可以說 因為我給生意我做 就是我們本身都要有一個 專業的一個工作的態度 我們才會做 例如你問我有些什麼得著 其實我在香港做了20年 這六七年就在日本那裏開賣分行 我們管理的租務托管 譬如你在馬來西亞也好 香港也好 在日本買了樓 你不懂日文 那你買來收租 我們公司是本身有的 叫做PM 租務托管 我們就會幫你收租 然後就會每個月給你錢 那我們呢 那個租客如果發生 有些譬如說 頭暈新興啊 冷氣不著啊 熱水爐不著啊 燈蛋不著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 東京和大阪也有一個 日本人的團隊 就會駕駛車過去 幫他搞 那我們每個月就收回 五個百分比 其實你說我們一千間 你就算吧 我一個月只是幫 一些客人收租 我都有幾百萬港幣 那我收五個百分比 我只是PM部門都有幾百萬 那加上我營業部 那最近這兩個星期 不知為何 有些人真是無名而來 特地來到東京大阪 去到我公司 就特地光顫我們 買樓 那我們真是有個得著 他就見到那些同事 你是華記的同事啊 你是否跟華記的 是呀 可以的了 即是我覺得很 即是這裡要離身 我發覺這一兩個月呢 我有這些利益 即是真的有的 之前就真的沒有的 但是現在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漸趨穩定啦 那我是 我要離身的 這一方面我是真的有得著的 還有就來到馬來西亞 你們這裡也有個 很大的Masker 之前就送了一些口罩給我 我就拿了回香港 就送給一些清潔工人 那這些也是Benefit來的 因為我本身不懂這個首富的嘛 那他因為我拍了電子 又吃了我之後 他送了一排口罩給我 我就送了給 我不可以無端拿別人的東西 那我就 回到香港 一回到香港 我就馬上買了 就是這樣 即是會有這些東西 除了我自己買之外 所以其實我是有這些特徴的 即是我現在是開始有感受到 有這些正常人 會叫做支持一下 即是認罪了很大堆正常人一起買 是的 我想這一集也要說回 你除了做Construction之外 是不是做一個Marketing的副業 那個其實是專門舉辦活動的公司 OK 即是譬如有些商場有Event 你做Organize 就不是Wedding Planner 不是 就一些是商場的Event 譬如我們現在在這個Bemini 有一個商場的活動 可能要找你選擇公關公司 是的 大家記得了 如果有些Event 在馬來西亞你記得找Moon哥 怎樣找你 我會再留下我的聯絡 給大家 你不怕黑銷售的 女朋友都在這裡銷售 可以找到 你去找一下 那你在Moon哥 自己的頭殼頂的留言 就有很多女生 在對面情況下 也有很多女生 也有很多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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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男生